也可以跟著我們大愛媽媽一起坐好嗎 不去坐 無求生 國小校園中 大愛媽媽帶動著大人和小孩 分送一朵朵康乃馨 一份份小禮物 代表的都是感恩心 感恩 感恩 邀請孩子 邀請家長到學校裡面來 幫忙獻花 給孩子 給家長們一個 愛的親心 愛的抱抱 並且把心裡面的感恩親自的說出來 希望孩子能夠把感恩 喜福還有分享 這樣子的生活價值觀落實在生活當中 透過慈藝志工的協助讓孩子大聲說愛 用行動表達感恩 校園中相當溫馨 不過志工們的腳步帶著學生 也來到這個地方 共 花 香 護理之家都是行動比較不方便的長輩 慈少們利用假期帶給祝福 沒學的關係你就可以這麼感動了 那如果有一天爸爸媽媽 你現在把爸爸媽媽對你的好當作是理所當然的 然後你不知道去珍惜他 也不會去想說要回報他 然後等到你之後爸爸媽媽不在 你才來後悔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關懷長輩的同時反思自己日常所做 也提醒著行善行笑的腳步 一點都不該遲疑 大家新聞真善美志工高雄綜合報導 嗯